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都是因为他已成就了大事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 你看到了一群年轻朋友聚集在一起 唱诗歌一起敬拜 你知道那里是哪里吗 就是胡小金胡传道的家 也是主儿的家 刚刚坐在里面有一位 那个音最准的女生 应该就是郭主儿 今天很高兴再一次 请主儿请小金副院长来跟我们聊一聊 因为上次我们提到了主儿的诞生 然后其实生命有好多不同的过程 而在这些过程中 我在上一集里 我真的心里头一边听小金传道分享 我一边觉得说 还好你真的是主的儿子 孩子 真的是主看顾保守 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 把自己的孩子宝贝到 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样为他预备 然后甚至替他披荆斩棘 最好没有什么阻碍 让我的孩子好安全地长大 但是看起来主儿在一个好不安全的地方 如果妈妈的状况或者是情绪 在特别比较激动的时候 那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他自己的生命经历过一些过程 那那个过程正好他的孩子才刚出生 所以他孩子在还没有满月 妈妈哭的时候 不是妈妈在哄的孩子 他还没有满月就会这样 摸妈妈不要再哭了 主儿当然大概我们也不记得 也没有人可以记录那些画面 但是主都知道 主也都纪念 看顾 刚刚我们在录上一集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忍不住留下来继续聊继续聊 我就问主儿说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热情点在哪里 然后主儿很客气啊 然后我们就聊了 后来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共识 可以说吗 我说大概主儿 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 你刚刚发现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 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最有热情就是我会觉得说 我很喜欢的应该是就是在活动执行 然后在处理一些比较突然发生的问题的时候 我会我不会觉得累 我会觉得我想要赶快把事情解决 因为我想要让不管是活动或者是可能像之前在剧组 我会希望呈现出来是好的东西 所以当这个整个最后完整的呈现 或者及时的完成 Just make把那个东西放在该有的位置 对 就觉得好开心 对 就是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后也不会觉得就是为了让它呈现好的东西 这些经过就是不会累 对 所以我才觉得 我说主儿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或许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危机处理者 危机管理专家 因为其实现在在任何时刻 我们人知道的实在是很有限 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遇到什么 待会会遇到什么 有些人是一辈子活在惧怕里 就是害怕将会遇到什么 然后可能谁会对我怎么样 但是主儿就是 我可以 我可以做什么 我来做什么 那我可以怎么样使这个节目完整的呈现 或这个活动成为一个 哇 大家很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从小夹脚 妈妈在很多的 这些生命的状态当中 也让你造就了 好像这个是不是刻意训练的 但也仿佛成为一个上帝很好的预备 我常觉得生命像一个拼图 我们总是很喜欢拼那个很清楚的 这个在哪里 那个在哪里 颜色鲜艳 但有一些灰扑扑的看起来就是很雷同 很类似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我拼的都是这些看不出来 是什么结果的 或者我们在某个年纪都有过那种觉得 人活着难道只是为了这些吗 但是那些又成为将来最完整那幅拼图中最关键的 如果没有那个 那个拼图就是不完整的 而在主儿跟小金副院长你们的家 刚刚我们看到是你们家 是我们家 是我们家 对 我忽然在看的时候我就想到 曾经小金副院长跟我们分享过 在你的生命遇到状况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家庭是这样接待你 是 把你当自己孩子一样 对 这样接待 对 所以你现在每个礼拜都开放 让这群年轻人来家里 是是是 对 那其实我们教会有自己的青少年团契 但我们家是特别开放 那每个礼拜六他们都会来聚会 那在这里我就会看到他们彼此扶持 但是我觉得开放我们家 其实对我来说 他只是偿还神的恩典的之一 一点点而已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那个建文主持人有讲 我们在 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 其实每一个人 其实 就像后面这一幅画 其实一撇一纳 你刚下去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 那我觉得上帝是很有办法 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所有 其实遭遇到一切 那我是因为 我当时其实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所以在我很糟糕的状况里面 那上帝兴起一些基督徒接待我 那也包括了 刚才一定有提到主儿 那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一个单亲妈妈 那主儿也有他自己不容易的心路历程 因为各位观众朋友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单亲妈妈 我告诉你 单亲妈妈就是说 男主人要做的事情要做 可是 女主人要做的事情要做 但男主人要做的事情他也要做 叫圣兼树枝 那当然 我毕竟不是三头六倍 而且我觉得我天生的条件是比别人差的 这个一点都没有夸张 那我之前几集我也都有讲过 所以在 那个条件底下 其实主儿他从一刚开始的成长 他就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每一个成长都不容易 我们经常说 一个生命的成长不容易啊 培育他不容易 其实我告诉你 主儿是从运气当中就很不容易 我先稍微倒带一下 那当然我要讲 就是说 待会我们还可以听主儿分享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 我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那一份都不一样 那当然我也很羡慕很多的 可能他会来做传道人 那他们家里 对 胸有地宫 对不对 然后情色和民 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环境 来彰显神的荣耀 可是我觉得神 要我们去彰显他的荣耀的方式 其实每一个人都因为他自身的条件 跟呼召不一样 那我觉得神 也可以使咒诅变为祝福 像主儿 我觉得他的一些特殊经历 所以他使得他对于一些 可能残缺的家庭的孩子 或是比较孤单寂寞的心灵 他是有更多的他更多的怜悯 对 所以我们家其实都接待过很多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家里也都是破碎的 又有单亲妈妈带自己的儿子来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 有别人跟我分享我的家 你不会觉得难过吗 他的房间从小就是客房 真的 对 真的 从小我的房间就不是我的房间 对 从小就不只是我的房间而已 对 他其实甚少睡里面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都接待人啊 接待人 那你睡哪里呢 他跟我睡 跟妈妈睡 他跟我睡 对 所以回到我刚刚在讲的 那我也稍微想要补述一下 其实对我对他而言 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提到 其实我觉得生命 刚刚我们在一刚开始有听到那首诗歌 献上感恩 其实我无论我这几十年 我无论什么时候听 我觉得我特有感觉 因为对我而言 因为我不是像一般人 先天条件这么好 因为我是一个冰死状态 而且所有的条件都被粉碎得一塌糊涂的 每一个你现在看到我身上 我可以表现出来的样态 各方面 讲话 智商等等 这全部都是上帝的全能所造就的 全部重组过 这个就是重生 真的 全部都是重生 所以话说 其实你刚刚说生命影响生命 其实好的坏的我们都交错 其实像主儿 我经常跟大家讲说 他的存在 他的诞生 对我来说 我们经常说药材里面有东西叫当归 对不对 当归它是药引 它不是药材 但是这个药引一放下去 它会把其他的成分都给吸出来 这是药引 我觉得它是我的药引 它是我的当归 你懂吗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 她在她的FB写 她说她的女儿 是她的照妖精 她说把我生命中所有不完全的 甚至有一些破碎的 或自己没感觉的 因为孩子的眼睛 她很真诚 她很真实的就映照出来 她说哇 我以为我可以教她什么 原来她是我的生命的小老师 不只因为其实我在怀她的时候 其实我在上集我有稍微提到 所以各位其实可以去上这个 我们可以上视频 可以去找上集出来 前行提到一下 对 那其实我在上集 我其实还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我除了当时 因为我可能过去的一些伤害 没有被完全的医治 所以我的情绪的不稳定 还有我的价值观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当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各位观众朋友 可能真的完全无法体会 我当时 其实坦白说 我怀她的时候 已经三十出头了 那 如果别人叫我什么 什么谁的妈妈 或什么什么太太 这是很正常的事 对很自然 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要再叫她 我快吐了 然后我觉得 我从里到外 我还是觉得我才17岁 15岁16岁 所以我当时其实天天都在穿美少女的衣服 你知道吗 然后 我除了多一个肚子 很多人从后面看我 也看不出来了 那时候是流行什么 那个什么日本辣妹你知道吗 穿那么厚的那个 高跟鞋 对 然后呢 我就天天也穿得很辣 然后呢 除了你正面看到我多一个肚子 其他根本都看不出来 那 但这都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即将成为妈妈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要当妈妈 为什么要当妈妈 我天天还问 为什么要当妈妈 当妈妈哪里好 然后我就觉得 我完全没有那个data 所以 其实我当时呈现出来 是一种异常的母性 因为一般人做妈妈 其实开始我就觉得 哇 你知道对 看婴儿照片 听音乐 什么的 我完全没有这种概念 也没有这种欲望 欲望都没有 然后我也不想做妈妈 而且我是超级宇宙无敌 无敌不想 没有期待说 她长得像我 我可以为她打扮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然后 所以我当时所有呈现出来的 我就知道 我可能外表看起来 深深头头飘飘亮亮 可是我的里面出了问题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出了问题 是 你知道 那个东西其实是 你很难去理解 甚至于我周遭所有 包括我牧师 刚才也都搞不清楚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会不会觉得说 你就是不愿意长大 或者 是 是 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那是后面才知道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后来发现 其实 身为基督徒 其实很 我觉得很幸运的地方是 人是身心灵 可是一般只看到身心 对 光是说忧郁症 是说身心症 可是我觉得是身心灵症 因为 其实它很大一个区块 是在灵的部分 属灵的问题 要用属灵的方法 跟途径 才能够解决 对 所以否则的话 永远是这个 处理外表的 椅子有四条腿 可是你永远只能处理三条腿 你一 就是她是老歪 另外一条腿 你处理不来 你也看不到 像我记得 我在前一期我有谈到 我有暴力的问题 那那个也是从属灵的途径 解决的 好 那 但是我今天想focus在一点 就是说 当时其实 那个时候 我住院的时候 或是 后来做了一些心理检测 她说我里面有内心的诱痛 那 其实我想一般人 现在应该都有些概念了 就是有一些在 特别是女生 在你小的时候 可能 没有得到 很足够的爱 然后 你在爱里面非常缺乏 或有些受伤的时候 其实 人会躲到自己的里面 你懂我意思吗 这是一个形容词 我躲进我自己的里面 对 他会有他自己的小世界 像我以前有一个朋友 也是 我跟他讲一半 我就知道 我call call call 请问人还在吗 你会知道 他忽然在人群 然后他忽然消失在 他自己的里面 他回他自己的小房间 对 那我觉得那是一种 堕落之后的人性的 一种人性的防卫的本能 因为我觉得 后来我自己成为基督徒 我就发现 其实人原本是有向天属天性的 我们是躲到基督的里面 是躲到神的里面 可是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躲到我们自己的里面 对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种 内心的诱痛 因为可能在 很多人 当然我们都有成长 其实自己不足的部分 可是有些人 他就有很好的陪他 很好的父母或老师 或在那时候出现一些 很能够cover他 或引导的心灵导师之类的 可是我刚好所有的条件是 都不具备 所以 在我当时做孕妇的那段期间 我一直非常苦恼 我拒绝承认我是一个孕妇 我拒绝承认我要当妈妈 就是拒绝拒绝拒绝 然后我完全无法 怎么办啊 怎么办 对 他肚子一天一天大 然后呢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整个人在一种拉扯 因为我每一天都在倒数时间 然后我马上都要 四十周就要生了 我没有能力去面对一个孩子 可是我的理智 我就知道 我必须要对这个生命负责任 可是我没有向他负责任的能力 所以后来那时候 我其实 我一直都很喜欢一首诗歌 叫做超护所求 耶和华以乐 我的供应者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当中 其实很多人都会讲 神是我的供应者 都会讲到金钱的预备 金钱的供应 不 我觉得我要花钱买到的是 都是小事 我觉得神最大的供应是 祂是我这一生 我条件这么差的一个人 我要我生病得医治 那只是起点哦 我还要活下去 我还要工作 我面对职场人际关系 我都是很大 我才在学 我小时候没有学的事 我没有那个data 我必须要靠着神 我才有做这一件事情 或这个角色的元素 包括我做妈妈 你不要以为我做妈妈 非常的容易 我当时 第一个我要面对 是这个内心 也有同的问题 结果有一天我又开始 你知道压力张力很大 说哭哭哭 然后呢 后来我就去 跑到我牧师家 然后呢 后来他们就出来 接待我这样子 然后 其实牧师讲到最后 他也词穷了 对 他一搞笑 因为他已经陪伴你 好几个月这样 重复重复又重复 他已经都说 孩子有问题 要我来带这样子 就是给我们家这样子 结果那时候呢 忽然 那牧师有个感动 我们就一起祷告 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把一段经文 放在我里面 不好意思 我要看一下我的小抄 好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的 以佛所书第四章 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他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的声量 重点 Keyword在后面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 摇动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你知道神的启示跟光 它是那一下子 忽然你知道 电光火石 我们就忽然 understand了一件事情 它同一个时间 我们同被一灵所改 但那个启示 我后面再讲 这时候发生一件事 我们说忽然有一个感动 好 他说 我奉拿上了耶稣的名 我命令你这个小孩子的灵 立刻从他身上出去 然后我是怎么样 我八个半月咯 我就开始像蛇一样 在地上扭动 我里面有一个好大的一个力量 那个圣经上说 它是一个权势 权力的权 一个势力的势 它是一种权势 它是从灵魂深处 我就发出一个非常凄烈的叫声 这样 你知道吗 那个叫声 真的在三一半 一个划破天际 然后我整个人像一条蛇一样 在地上这样扭动 我觉得我里面 有一个好大的力量 咻从我身上离开了 出去 出去 然后我就开始回稳之后 我一直在哭在哭 后来我觉得 那个挟制我的力量 让我一直拒绝长大的力量 咻不见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开始可以接受 我三十二岁了 我开始可以接受 我要进入到中年 我开始可以接受 我要当妈妈这件事情 对 所以那是很关键的一个转弯 非常关键 可是我之前药也吃了 心理医生也看了 今天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那身心 它重点不在那一块 这是怎么来的呢 好 这个小孩子的灵 是怎么进入的呢 那么 其实我想 因为心理学 它是一种归纳 它其实也可以去 就它稍微也说到一些 当然我自己还是会觉得 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经过神的手 我个人 你若问我 我一生所有的经历 都是这件事 我忽然想起 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好像第一次 在访问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提到 在你很年轻的时候 你也玩什么 各种可以算命的啦 什么接触这些 但是你说的那个是结果 那个不是原因 我要讲的原因是 我刚刚前面有提过的 其实在我们人生 其实不止我 你是不是基督徒 其实你都有类似的状况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验的话 就是说很多 特别是在女生生到的反应 就是你这小时候 非常非常缺乏爱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 其实不管你在外面 生理年龄怎么样去长 但是或是你的智商 你的知识 充盈到什么样程度 可是在你的里面 始终有一个长大的孩子 那一块是拒绝长大 因为那个东西是一个本能 跟我们还是想穿 那个很可爱的衣服有关吗 我觉得那不一定有 绝对的关系 我这样的心好多 我现在其实都穿得 还算是年轻啊 你看我们今天穿姐妹装 你看我们穿的样子 颜色不一样 我忽然发现了 对 但是你看我穿这样 没有违和感 对不对 没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是动机 可是我当时所有的状态 除了我的审美观之外 还有时尚之外 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拒绝长大 然后我当时 我就是反映在我外面 所有的言行 所以后来 所以这个根一解决了 对 根源 没有 但是重点是 我们人永远无法 你要重新倒带生一遍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上帝的全能就是怎么样大 他可以穿越时空 而且他指导核心 所以后来我才了解 在我们的生命状态 其实长久以来 我们灵魂的状态 它可能就像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 它可能就像是一个 玻璃瓶子 然后你一直塞铁丝进去 然后它的铁丝本来是直的 它后来是扭曲的 所以我觉得那一种 拒绝长大的状态 它是一种灵魂的状态 因为人是身心灵的组成 好 就像我们说 如果太胖的话 那你睡觉的时候 你心脏 你可能会被压迫到 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我们在那个 七八岁 我们就遭遇到一些 可能一般的家庭 不会遭遇到的事情 那我遭遇到一些 非一个七八岁孩子 能够承受的 可能在我里面有很多破碎跟挤压 所以我的灵魂的状态 是有一个这种 扭曲变形的状态 然后呢 当然我再可能再讲的 再多一点点 其实那 其实那就是一个 情感的一个伤口 其实后来 我又接触到一些 灵界的一些 邪灵的一些工作 碟线 它都跟灵界 我说过这种超自然的东西 它背后 它一定有一个属灵的系统 而这一些东西 它会趁着这一些空隙 它会进来 然后在里面再去孕育造化一些状态 那所以 那个东西久了以后 其实它就是我们里面 坚固的营垒 它是没有办法靠着你知识 或是道德却说 安慰 就可以解放的 因为它在我们里面 它是一个坚固的营垒 它甚至它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灵界的力量 结合我自己灵里面扭曲的状态 它是一个结合体 可是那一次呢 我觉得神all in one一次咻把那个东西带走了 你知道重点是 我之前我这边知不知道我要做妈妈 我的mind 我的心智 我是知道的哦 我知不知道我必须是一个心智正常的 我才能够教育出一个心智正常的孩子 我是知道的哦 我并没有失去理智哦 可是我里面我的灵跟我的魂 是非常分家的 灵肉分家的状态 所以当我里面这一个 其实我们所有 我们外面的performance 我们的表现 其实最大的主导者 还是我们灵魂的区块 好也坏也 其实成百都在这个区块 所以我当时会变成说 我这边有 你看那时候我都还念完神学院了哦 你说家庭都很教育 我们都修完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跟我做到 那是两码事 对 所以我里面那个力量 最大支配我的量 咻 离开之后 我开始这边 我所有知道的东西 我可以开始成长了 我可以恢复了 但是呢 我必须要讲 这只是一个开始哦 其实这个东西 我也顺便想要跟一些基督徒朋友分享 其实我们都经常要求一致释放 其实我告诉你 最大的一致是来自于成长 因为你光是一致释放 你话说 我如果那一个权势 被释放完了以后 我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做妈妈的元素 能耐 在里面的话 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变成我现在这个样 虽然我坦白说 我是一个非常憋角 我的分数非常低 我是一个真的非常不称职的妈妈 但是你要知道 你如果知道我的过往 我的开始的预备成绩 我是负500 我今天哦 就算是我还是不及格 我可以告诉你 我已经长了500多分 而且那个不是凭人的本德而来的 这完全都是神的重生的大能而来的 所以后来我就开始 我已经恢复正常对不对 我就每一天我就开始改变祷告的内容了 因为我被释放 我可以成为一个正常三十几岁的女人 是一回事 可是我想要做妈妈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事 但是至少我愿意啦 对啊 我就每天我就跟神祷告 当然也配合圣灵的工作 我说神啊 请你给我愿意做妈妈的心 我先从愿意开始 我不是说我可以做妈妈的能力 不 我先从愿意开始 因为我完全没有这个data 因为我就发现 一般正常人哦 其实这种是天生的母性对不对 可是对我来说 我这个部分因为你要知道 我其实失能非常久 我其实有很多人的机制是完全 天然人的情感这方面的机制是完全 这个神经线是断裂的 所以我是没有感觉 你看过中风吧 有 就是它的神经缘是没有办法有connect 对 所以它没有办法有知觉 我那时候在情感层面 我只有都停留在知识层面 我的情感层面是无法连结的 非常地破碎 断裂 也就是说 我明明知道我爱我的孩子 我没有感觉 我在情感跟爱的这一条神经线 是断裂的 所以 我必须先求神 你给我有愿意做妈妈的心 然后开始有那么一点点 再一点点 再一点点 然后后来 孩子诞生 你知道我每一天我都在跟神求 神啊 求你给我愿意换尿布的心 我连愿意都不愿意 我求你给我有这个 聪内内的智慧 因为我没有耐心 因为我们过去这种艺术家性格 完全是情感喜好导向 你知道吗 可是我现在必须去被迫做 我不擅长 也不爱做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 在那个一点一滴当中 各位观众 我真的没有办法 把我几十年的事情告诉你 但是我真的跟你讲 那个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要去跟那一个 我忽然就 那十万个为什么就来了 你知道又来了 我干嘛要做妈妈 我为什么要做妈妈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个design 我没有那个欲望 我就像是得厌食症的人 我没有胃口 我没有做妈妈的胃口 是 然后我也不懂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重点来了 你如果无法用鼠邻的眼光 用神的眼光看我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这个妈妈有毛病 都会觉得 我当时知道我有问题 我不希望你告诉我 我也知道我有问题 可是how to do 这才是我希望知道的 对 所以我当时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每一天 然后真的在神的面前 我每一天要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家庭主妇 或是一个妈妈的 因为我跟你说 我是没有被预备好 所以我后来 还能够体会 未婚妈妈的心情 自己都还是个小女生 被迫要去照顾 另外一个小孩 对 我都还没有长大 我愿意长大 跟我可以开始接受 这个年龄要做的事情 那是两回事 所以我后来 我真的彻底的体会到 什么叫重生 reborn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 把重生能讲得太简单 其实我觉得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的区块 很多的陷落之地 未得之地 我几乎每一个都 everyone都是 我都需要reborn进来 我都需要重生 什么叫重生 也就是 我父母的DNA 就没有给我这个 就算给了我也把它搞坏 就这么简单 那怎么办呢 我真的经历到 什么叫死里复活 你真的死到不行了 可是生命 来说是做妈妈这件事情 它是我人生 重生的一个起点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神机其实是 对 好像很严重的病 然后 但这其实也是一种病 对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生命反而是最难的 对 我跟你讲 病得医治 我亲眼看到那种医治特会 缺对起来行走 瞎眼看见 我觉得那个只要有 行义能的大能 行义能的恩赐 这很快 就神跟每一个庆明 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容易 可是重点来了 生命无法速成 对 我要如何 其实很多人说 啊你这妈当了 你别讲 你什么个性还这样子 我要跟你讲 这些 你们觉得 习以为常事 你从零岁开始 到二十岁 大家都长得差不多了 我不是 我要很迅速的 我被迫 因为我现在是 我现在这个阶段 三几岁要学 是四几岁要学的事情 我要学 我还要学你们 一到二十岁 在学的事情 我是一起补课 是 我非常的不容易 那有demo吗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那有demo吗 我跟你讲 我们要学习可能 就是有课本啦 或者是上网学习 对 我跟你讲 谁成为你的demo 我跟你讲 我的demo 其实神都会在我 每一个阶段里面 去量一些很 很有爱的基督徒 那他在那个角色 做得很好 他有的是做妈妈 做得很好 有的是做老师 做很好 像借文老师 就是做老师 做得很好 我觉得你也是我的demo 在我后来 做老师的阶段 那 我那时候做妈妈阶段 就有很多的家庭主妇 他们其实跟我的恩赐 完全我们不会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 他们在做家庭主妇 做妈妈这个角色 做得极为称职 而且他们最重要 很有爱心 他们很有极度的爱心 很有耐心 真的 所以 那但是问题来了 我有这个demo 其实你说书籍是不是demo 是啊 我有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我看一些对不对 心灵辅导书籍 我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知道 那然后呢 我做不到 问题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demo 甚至是这样子 但他至少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模范 因为我从小可能没有很好的模范 可是我看到这很好的模范 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就要开始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毕竟生命 唯有神可以赐予 我回到源头 回到源头 生命的源头 我说神啊 我这我没办法 我没那么好耐心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可以有隐忍这些事情的能耐 我没有爱是很久 你知道我正想说 爱是忍耐很久 OK好 那所以这些爱的元素 我必须在做妈妈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让上帝的再造神恩 祂的重生 放在我的里面 然后一点一点 然后开始 那当然后来 我后来也成为单亲妈妈 那我在这里我要讲 另外一个死里复活的大能 那我在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 后来反而我们就自己 然后买了房子 那你要知道其实 当然上帝会兴起一些弟兄姐妹 来来帮忙我 扶持我 但是最主要去面对 一个支撑一个家的 毕竟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坐落到新居 然后呢 从这个找房子 然后到装修 然后到最后 那个时候你也才一两岁吧 这样子两岁这样左右 很小很小很小 对 那所以当时 我记得 在他差不多一岁左右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他有点怪怪的 他的怪怪就是说 他经常会 自己在那边打圈圈 或者他小时候 从小很容易摔倒 动不动就 就看他摔 摔得很严重 不过他有一个好处 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私情 就见他说 因为小孩子摔倒 就大哭对不对 他太常摔倒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 因为其实小孩会摔倒是正常 但是呢 通常是被大人给吓到哭 你知道 好痛好痛什么的 所以后来我看他摔那么多次 我就想说 他摔倒我都没有反应 我说每个人站起来就好了 他想 好像是没什么事情 然后就站起来 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孩子有问题 因为摔倒不会哭 然后就站起来了 然后说每个人就站起来就好了 这样 那所以 那我就发现 那还有 他一直都不会讲话 不说话 他就是不说话 一直到两岁 他都不会讲话 真的 你看他现在所有的能力 都是上帝在给他说话的能力 他不会讲话 他就是每天笑笑笑 不讲话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 那你知道妈妈直觉是最准的 就带去医院看你知道吗 就医生跟我讲说 起先要有医生说 没有关系什么爱迪生 什么牛顿小时候都不会讲话 什么什么 天才都这样 有一些很激烈的 到最后 甚至有医生说 妈妈需要看医生 他讲得很完整 他觉得妈妈太紧张了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他有状况 那是一种直觉 然后呢 后来 遇到他一岁多 一岁半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来了一位 就是教会有一个特会 就是我看见了主的那一个安妮牧师 一个女牧师这样 他说他来我们教会拜特会 那时候我就请他为主儿祷告 就说你可不可以 因为那二十多年前嘛 那那个时候我就OK 就请他说 可不可以为我女儿祷告 我女儿不会讲话 他祷告到边 他忽然说 你们有没有接受过 拜过的东西 我想说不可能 我们家 那时候虽然我还没有做传道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有 富士神的心智了 然后那我也想说 也不可能我们家 其实都不太可能接触这些东西 忽然呢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忽然想起一个事情 就问我妹妹 我说因为主儿的衣服 接受他女儿的 我说你那个衣服 有没有摆过 他说有啊 我说哪一件 他说每一件都要摆 然后我说真的吗 后来我就发现 你知道其实属灵 这种 其实你知道 这个就是一种祭物 其实任何经过祭坛的东西 他其实都已经不是单纯的元素 不是碳元素 或是碳水化合物之类的 他其实就是 他是经过一些灵界的 是 的一些质变了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献出五饼二鱼 这是一个贡献之物 对不对 一个祭物 但是经过耶稣的时候 再回去就喂饱五千人 因为他已经产生 超自然的变化了 那好的坏的都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就回去呢 赶快立刻把这衣服 全部都找出来 然后全部都丢掉 烧掉 然后开始为他祷告 他就开始讲话 我还真伤心 他第一句话讲 还不是妈妈 也不是爸爸 他就讲是阿姨 因为带他都是阿姨 因为带他都是阿姨 带他的都是阿姨 对对 不过阿比较好发 对对对 阿姨 好对 所以他两岁才 OK 第一句话哦 但他就一直讲话就是 就会大声 比如说我叫胡小金 妈妈叫什么名字 胡小金 他吸跟丝 他有一些音不会发 胡小金 对对对 他就不太会发音 这样子 然后有一些话 讲不出来 哼哼哒哒 用力喷那个词这样 然后后来呢 我就带他去检查 后来我就直接带他去 找疗中心 结果找疗中心呢 就检查出 他有两样东西是 他是什么 他是发展 吃换 发展吃换 发展吃换 你看像看不出来 对不对 完全不像 对 他一个是说话 发展吃换 一个说话 然后一个是 他的那个 感觉统合 那后来我才知道 你知道我刚刚前面 为什么我要把我的运气 讲得那么详细 原来这都有关联性 那后来 他就做了一个 你的历史调查 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就后来 我发现 其实很多这种 家庭有变故的 或是这种未婚妈妈 或单亲妈妈都有类似的问题 因为我当时我没有办法呆在 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所以后来我又这样要工作 所以他始终 没有好好的爬过 他就是被抱来抱去 他被我背来背去到处 你抱我抱 这样带到 后来因为我不是 后来去电台去工作 所以就大家抱来抱去 因为不可能让他乱爬这样子 OK 那后来我才知道 上帝设计人 都有他的天生的功能 七座八爬 为什么要爬 因为当我们爬头养高的时候 会刺激我们的前庭区 前庭区是掌管我们的语言跟注意力的 后来医生跟我讲说 你看国外的孕妇不是在做摇椅 那不是做舒服的 他是做刺激你的脑部的发育前庭区 所以我们那个地球仪 是为了让我们刺激前庭区 我们都以为说 Playground就是好玩而已嘛 其实不是 他有他后面医学上面的一个设计 我才知道 所以他说 那再加上我孕妻 不是听鬼哭神好吗 对哭得声嘶力竭 他说孕妇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一个帮谱 所以你每一分每一秒 佩儿不会等你 妈妈心情好我再长一长 不会这样子 他每一分每一秒 他正在制造他的神经元跟突出 所以我的血液 就是帮普在输送养分给他 让他可以长 他说他整个大脑传递到末梢神经 他说他不是断裂 他就是不顺畅 他不是不通 他就像水管 他说这一分这一秒 可能妈妈血压不够 因为哭了声势力竭 所以他的养分少一点 他这个神经元跟突出 制造不完全 所以他整个 因为我们任何的动作会灵活 他为什么经常摔跤 终于找到答案了 他大脑下达他的四肢的指令 不太顺畅 是 所以 我才知道 那时候 我的整个运期的过程里面 其实给他的影响是 他有很多神经元跟突出 是没有制造完全 他经常摔跤 然后也因为他就是 因为我没有带密闭的空间 没有把他抱来抱去 所以他没有爬过 所以他的感觉统合就会有问题 然后也造成前庭去 又造成语言统合 好 就变成说 我一个礼拜 他有两天到三天要带他复健 我问题来了 没有一个班可以让你只上两天班 对 后来 那时候我非常的沮丧 我还记得我们心去落成那天 我正想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松一口气 结果呢 我在我们家邮箱第一封信是早疗中心寄来的 说他感觉同合 说他发展迟缓 我心想天天长 我天天看到我觉得他长得活泼聪明又可爱 他怎么会发展迟缓呢 对不对 晚两年讲话怎么会是发展迟缓 可是那时候我告诉你 我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 我觉得人只剩一口气 我太疲惫 你知道 结果你知道我那时候瘦到三十几公斤而已 对 太疲惫 我什么是 什么 已经没有力量 男人女人什么活我都要干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那天是一个礼拜六 我的意志力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被训练到骁勇善战了 好 问题怎么来我都可以解决了 在那个moment 可是呢我发现 我是这边OK 可是我身体当机 因为我太疲惫了 是 我太疲惫了 所以那一天晚上 我还记得我们全教会的人去猫空 去Fellowship 对 我没有办法 然后我就请我们教会的姐妹 带着主儿一起去 我说我没有办法带 我没有能力带她 我整个人就当机 我躺在床上就瘫着 我没有办法起来活动 然后后来 我牧师就打电话来说 你还好吗 我说 我就跟他大概讲状况 我说 我应该意志还OK 可是我没办法动 然后我牧师说 你明天爬都要爬来聚会 因为那天是礼拜六晚上 那天晚上我就真的就觉得说 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就觉得我整个身体机能已经过度耗损 我快死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 我如果死了是没关系 我觉得人一生 我那时候想法说 人的一生劳苦愁烦 但是我警觉下一秒钟 那主儿怎么办 然后我马上 你知道吗 想说 哇可能会谁接受 我马上就跳起来了 可是那一刹那 我告诉你 神的光跟启示又来了 又领导了 神就让我了解到 我那一刹那 我明白一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妈妈 会带着孩子去自杀 我懂了 后来上帝 忽然让我看到一个picture 然后对照着 一般人都很爱 就是很多人带着孩子去自杀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恨小孩 不爱 是因为很爱 知道他留下来受苦 因为他没有盼望啊 他没有盼望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就是大家一起没有感觉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可是神让我看到 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 可是神就是让我知道 我可以有盼望 因为我有神 因为神永远是做 死里复活的大能 是 第二天 你知道吗 我真的就坐自然车去 因为我没有 我真的 我觉得我只要能够上车就好了 我几乎是趴着 就你知道 整场聚会 因为我一个人而停止 牧师叫所有人围着我 然后我就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就整个在摊在地上 趴在那个地上 所以我围着我唱一首诗歌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诗歌里面 他是有神的大能的 就是他一遍面唱 我觉得那个 一股好大的力量 就进到我的里面 我里面那天聚完会 我像一个饱足的气球 我的灵里面 重新得力 我像一个饱满的气球 我的脑中像喝了十杯咖啡一样清醒 我就开始想 我该怎么办 接下来 我无法上班 我只能创业 所以这是我进到商业界的原因 对 哇 都是因活得福 全部都是因活得福 那创业是另外一个故事 是是是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就是 单亲妈妈 很多人说 你单亲妈妈做得很好 我说信仰才怪呢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条件跟能耐 我唯一不一样的 我跟讲 别的妈妈可能比我 还更能吃苦耐劳 嗯 因为她们可能先天 人的受灶还比我好一点 还没有像我把自己给玩馋了 可是 我唯一 可以跟她们不一样 后来还可以出奇至胜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有神 神有死里复活的大能 是 给我们一个重新得力 一个新的起点的能力的来源 好奇妙哦 一至于我可以走到今天 主儿 听妈妈分享 这个故事 我相信你一定早就听过 也早就知道 但是 知道 就像刚刚妈妈说的 知道跟做到 是另外一个距离 有没有过 自己也很想说 我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做别人 有啊 就是因为 就是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 然后 我会觉得 就是妈妈她自己有 就是她自己的一些 工作啊 或事情 跟状况 对 或生命状态 我讲好听点嘛 好状况 对 对 然后 当然很多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曾经还是 当然一定会想说 如果我只是在一个 平凡的家庭就好了 嗯 对 因为 对 就是我就不用 面对这么多 我也不需要这么懂事 对 就是而且甚至就是 因为可能我的个性 我就是喜欢搭聚在一起 那种感觉 我不喜欢孤单 对 所以 我就会觉得说 很孤单 是 就是常常需要就是 独自一人去 面对 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 很多时候就会 就会觉得说 呃 可不可以换个家庭之类的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 呃 当然中间也是 就是有因为 开始 就是这样的孤单 而我 就是去找了一些 世界上 年轻人可能会 比较喜欢去的场所啊 就是 去 黑皮一下 对 对 去黑皮一下 大家玩在一起啊 什么的 对 那中间 当然有一段时间 其实算是 呃 离开神的状态 嗯 就会觉得 诶 事实上可以带给我 这么多快乐 大家聚在一起啊 每天都玩在一起 很开心啊 什么的 可是 呃 但我觉得也因为 但因为我觉得也因为 我自己离开了神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 我的生命整个就是 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对 然后也因此错过了很多 我觉得 原本可能会有的一些 好的机会 对 但我也很感谢神 就是 嗯 透过一些过程 使我就是重新回到 他的爱里面 对 然后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啊 可是就是 我觉得 就是真的很感谢神 所以永远不放弃 对 就是就算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也放弃我自己了 嗯 可是我觉得神的 大能就是这么的 奇妙 他就是 有办法把你从 谷底往上拉 嗯 对 然后就是也让我 重新回到 神的爱中 然后 但 对啊 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 是 说白了就是 我原先是一条烂命 我也无法去 向另外一个生命负责任 但是上帝给我能力 但我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上帝在另外一个 不完全的不完全的生命当中 就是有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容许我们 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中 把我们丢在一个 不得不面对 自己跟神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 也是因为神一直给我 这样孤单的环境 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时候反而 呃 神也知道我的个性 如果我身边很多人 我就会觉得 哎 遇到问题我想靠人 我想靠谁 我想哎 我有谁可以让我 就是让我问或是让我靠 可是神就是给我一个孤单 你没有谁 你就是只有神 对 哦 真的 我以前非常不喜欢别人看我 可能看这个节目的人都知道 很多观众都知道 我我从小的祷告就是 主啊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 只要不要有人看我 但我觉得上帝太认识我们 以至于他把我们放在一个 或许 呃 我们不觉得那么舒服的环境 是 但也因为这样 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成长有的时候 本来就不是呃 摊在那里 万转遥控器就可以的 生命有的时候 就在这个过程 回头看才会发觉 哇 这个旅程 哇 有高山有低谷 那个美妙的音乐 跟都唱 啊 或者都唱 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真的 上帝太奇妙了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可不可以最后请 啊 小金传导 来祝福我们 电视机前面 或许有一些人 还不知道 或者他也还在 这样的一个状态里 就像我们刚刚节目 一开始讲的 那个 我还不大愿意长大的里面 啊 可不可以请你为他们 做一个祷告 OK 好 我想 我想 在我祷告之前 我想 我有个感动 跟我们 在看住节目的 一些观众朋友 我想 提醒一点 不管你是拒绝长大 或是你长大之后 你觉得你没有能力 面对你的人生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 因为人都不完全 不管你现在 你的状态 是觉得死到不行 你没有路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的人生 每一段路 其实都是没有路的 可是上帝 永远有办法 祂掌管我的明天 祂可以为我也为你 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在不可能的条件底下 转为晴朗的天气 所以我想 我也为我们当中 每一个正在收看 这个节目 今天你会收看 这些内容 都不会是一个偶然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 不一样的条件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神我恳求你 为在今天 在这个节目前面 有许多向你 恳求的心灵 神啊 无论他们现在 在哪一个国家 他们在哪一个时刻 在哪一个光景里面 神这一个那一个 你都数点 你认识他们 超过我们所有的人 神你认识他们的心 你在他们还没有开口 跟你祷告 呼求 哀哭之前 你已经了解 他们一生 所有的道路 主啊 每一个在现在 向你祷告的朋友 主啊 我看见你的手要 负责 接过他们的人生 你必引导 他们的路程 直到他们 行完他们 这一生的道路 神啊 我恳求你在这个时刻 你爱的江河 流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心 主也求你让他们在爱里面 没有惧怕 把他们的人生交给你 你必然用丰富 等待他们 主谢谢你 主谢谢你 求你的恩手 接过每一个向你 恳求的心灵 主你必负责到地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是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你也可以 当你愿意 你说 主 我不能 但是你能 因他活着 凡事就有盼望 你我都有明天 下次见 拜拜 谢谢 谢谢两位 拜拜